Hello 大家好 美国CDC疾控中心 在他的网站已经是推荐大家用口罩 然后不得已的情况 是可以制造那个布口罩 他从以前不推荐他的国民来戴口罩防疫 到现在 他是说现在的证据显示 他已经证据显示是有这种无症状的感染者 也是可以来传播这种病毒的 所以他就现在是推荐戴口罩 但他还是也是说保留那种外科口罩 N95的 respirator 是留给有需要的医护人员来说来用 那现在有个问题 问题就很多人经常在问的话 究竟戴口罩有没有用 那肯定有用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买不到口罩 自己做 例如用女人的送罩来做 可不可以用布的衣服 从免布来做 这些种比没有的好 记住 肯定有用啊 不要不相信啊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有没有用 戴口罩有没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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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相信的话就不用看下去了 如果不相信 好 看看 口罩 相当于是那个电弓 像电弓手套一样 相当于是PPE 是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你有手套呢 面罩呢 防护服呢 都属于PPE的一种 那我们这个是设置到风险管理 这个Hierarchy 这个分级管理 从这里是最低 最低到最高等级 最高你看这里 Animination 就是消除 把这个Hazard 把这个风险去掉 那是最高级的 那不胀而屈人之兵 那就最高了 所以这个是万不得已 最后的底线 才是PPE 但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你要出去 要接触 要有social activities 那一定要 要PPE 好 那这个是 substitution 替代 用来替代 engineering controls 这个是用技术的手段 工程的手段来控制 这里呢 下一节是 administrative control 就是用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措施是属于哪些 那我们以 这个防疫措施和电工 电工 这个电工 来举例子 这边 因为我们 这个 去除 这个 去除 那去除了电工来说呢 那你直接从 拔掉 插头 那就 这里没电了 那个就是去除了 是你说病毒这个疫情的话 你去除它呢 但现在是你不能去除人了 你不能去除这个社会的活动了 所以这个去 但你可以 现在还没有特效药 也没有疫苗 疫苗和特效药 这也是最高等 是一定要做了 这个去掉 一定要做的 但现在暂时没有 OK 这个 代替 有没有代替呢 那电工 你代替 你不充电 那我不充电了 那电话怎么了 那我就 大声交 那就面对面的讲话呢 交流了 十几条了 不用电话充电了 代替的话 那你现在这个能不能代替呢 那其实现在这个疫情是这两个是合在一起 疫苗和特效药都是这里 现在下一个等级 下一个等级 那电工 啊 一定要用电 一定要充电的话 那我们要有绝缘呢 insulation 有enclosure 就是外壳呢 绝缘 insulation 那里面还有确保它有的电器间隙 例如 呃 呃 带电和不带电 之间要有间歇 spacings spacings insulation inclusion inclusion 就是engineering control 那 从这个防疫来说呢 就是要筛选了 把筛选的人 筛选有感染的人 隔离开 和没病 没感染的人 分离开来 然后还有行政的管理 把 保持一定的那个 social distance 人和人的距离 最少是 六尺两米 那这个对于 电信来说呢 呃 电信来说 呃 对应就是 isolated isolation 那我 人和手之间 我这里 isolation 我不touch 那就是isolation 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ok 然后 这些都 呃 同时要做了 这些也是 那PPE 其实也是要做 但你这些 这些 这会有漏掉啊 有这个 有机会 你会遇到啊 所以 比如 医护人员呢 那肯定要PPE 像公众的话 你找不到 那个医用口罩的话 用布也是可以的 用 呃 用布自己做都可以 是吧 这个 总比没有的好 是吧 是吧 那 假如我这里 带电呢 假如有可能有漏电呢 我用个绝缘的话 拿着它 是不是比没有的好 是吧 是吧 所以 好 从这个风险管理来说 记住了 必须要戴口罩 自己个人也要勤洗手 好 分享大家 谢谢 谢谢